五哥窟是我的人生必访清单之一 只是没有想到居然这么快就完成了这个小梦想 这是我第一次跟团出国 因为柬埔寨真的是太陌生的地方 不过如果是第一次到五哥窟 跟团好像也是不错的选择 因为其实古迹都长得很像 也各自有故事 有导游讲解会让整趟旅程更有趣 而且丰富很多 不然什么都不知道的自己到那边 很有可能就只是看一堆石头而已 开始之前要注意 在五哥窟参观古迹庙宇的时候 不可以穿清凉的服装 清凉的定义就是不能穿无袖 裤子裙子必须再膝盖一下 塔普伦寺大约是在八百多年前建的 从外面就可以看到寺庙里面被很多超巨大的树占领 这种叫卡伯克的树传说是身为佛祖死对头的妖精为了摧毁寺庙变成的 照片可能看不太出来 但现场看本尊真的白的会发光 以下我是简称叫妖精树 里面其实很多建筑都已经跟树融为一体 有点安平树屋的feel 但规模是安平树屋的大概几百倍吧 很多地方也都因为妖精树倒塌 而且这些树其实都还没死哦 持续生长中 但修复古迹的规定是 每一块石头像已经倒塌掉在地上的那些 包括妖精树全部都不能移动 顶多就是用铁架支撑住 不过有一天还是会倒的 所以请在那天到来之前赶快来见证奇迹 这一幕呢就是古墓奇兵里面球力跑出来的地方 宝剑塔一样是在八百多年前建的 前往墓地的路上啊 有一种通往神秘未知世界的感觉 路两边的佛像都没有头 因为都被小偷偷去卖了 有一些头还建在的都是因为 五官有损惠不值钱了 所以后来如果有补上新的头 怎么好像有点面包超人的感觉 面包超人这是新的脸 接着 如果有补上新的头 都会稍微把五官破坏一点 这样就不会被偷了 这座陵墓据说当初法国人已经打开过 然后把里面的金银财宝都扫空了 扫空就算咯 还拴上铁片 一种告诉后面的人说 不用再打开咯 因为老子已经开过了的概念 墙上这一个一个洞 当时全部都想宝石 想当然是早就被洗劫一空了 这个地方我真的大爱 完全就是精灵柱的地方 感觉就是水中会突然冒出legalus 走这个步道的时候要小心不要掉进去 因为一定会忘我的拍照 如果步道没有人的话 绝对是 头天大概十年都不会换了 通过精灵居住地之后 就会看到这个大水池 其实只开放一小部分 没有办法看到整个涅槃宫 这里是当时的医院 用这里的圣水来治病 这里又被叫做不祥之庙 因为当时建造到一半的时候 上面的塔被雷打掉 被认定是凶爪 也就没有再继续盖了 导游说旅行团都不会带上去参观 因为真的有蛮多人从上面掉下来 然后就... 所以我们只是在车上看咯 这里真的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700年前的奇迹 身在其中的感觉 真的无法言语耶 除了那天因为下雨 在里面闷到不行之外 找不到任何词汇 可以形容当下的震撼 这里是五哥谷基里面保存的最完整 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庙宇 甚至说是一座超大的水上城市都不为过 如果不是因为跟团的关系 有时间限制 我真的会想在这里待整天 这里也算是五哥窟的一个指标 高棉的微笑 大约800年前建的 每座塔上四面佛的原形是 蛇耶巴摩七世本人 外观看起来跟五哥谷很像 但巴隆寺是佛教的寺院 进去之后就进入了四面佛迷宫 这座是唯一彼此保存最完整的一尊 其他的经过几百年风吹日晒雨里 那都不完整了 这座雕工超精细的仙女 听说没有被侵蚀的 就是还有灵气的仙女 五哥窟真的是处处充满着故事 最后一天有个搭船游湖的行程 洞里萨湖是东南亚最大 也是世界第二大的淡水湖 我们去的时间还不算雨季 水不是很深 又因为一堆船来来去去 水都灼灼的 雨季的话水深可以到九公尺 听说看起来是很清澈的 可惜只能看到黄黄的湖 湖上或湖边都有些房子 是当地比较穷困的人的住家 看起来蛮危险的 尤其是雨季的时候 感觉房子会被淹掉或冲毁 住这边的居民都会划着小船 来卖东西给观光客 当下很感慨 生活在台湾真的非常幸福了 感谢观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对于古迹爱好者来说 五哥哭真的必须来一次 虽然因为跟团没办法按自己的步调 慢慢感受每一座古迹的氛围 但该看的还是有看到 而且听了好多好多故事 也对柬埔寨多了一点了解 发自内心推荐五哥哭这个地方 一生必来